一回到家立刻開冷氣 開電視 接著打開冰箱喝飲料 就是民眾的日常 直障下來在炎炎夏日 一個月的電費之多 讓民眾心有欺欺焉 三四千塊吧 夏天 晚上回家就會開 然後早上出門會拐 爸爸有抱怨過 兩百到五百之間 電器用品就是用減能標章的 就也比較省電 很上的時候才會開 然後就是如果在客廳比較涼 就盡量吹電扇 民眾各自有省電小沛寶 就是因為現在夏季用電 實在太貴了 而DK有網友也貼文抱怨 說自己的電費好誇張 表示五月底開始住在租屋處 到六月初共住了二十天左右 沒想到收到帳單 一個月的電費就要三千六百多塊錢 他表示平常就是吹冷氣 十六個小時而假日吹整天 加上順熱式 熱水器 以及基本用電 以及房東一度電算六塊錢 因此才會有如此驚人的電費 不過就算民眾再會審恐怕還是敵不過電價調漲 現在傳出由於中央總預算案遭退 補貼臺電的千億預算來不及 可能會因此造成十月電價約調整百分之十三到十四 而臺電對此表示絕對尊重國會審查預算的權利 但對於補貼臺電期盼國會支持 以便穩定民生用電 三立新聞中 雲瑞 楊紫玉 台北報導